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 美女爬虫 指定URL下载所有的图片 首先说今天我要给您做一个爬虫程序 它不仅仅可以爬美女 还可以爬网页上所有的图片 好 那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咱们使用的技术 第一个是非常的重要 Beautiful Soap 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Python中非常著名的网页解析组件 同时咱们还会用到Python内部的一些组件 好 那咱们先稍去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Beautiful Soap怎么安装 这是它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组件非常的简单 而且大家喜欢这个地方 它居然还文档自带中文 非常的不错 OK 那么咱们怎么安装 大家请看 就这么一行命令 用屁股方式进行安装 我在本地控制台里已经安装完成 我给您看一下 Peep list 大家请看 我这已经安装成功 最新版本是471 没有问题吧 OK 好 然后大家请看 是这样 今后我给您介绍 比较有趣的Python组件的话 我会给您写一个程序 然后咱们运行 程序运行完结果 我会给您讲解程序 我是怎么写 编写逻辑 对吧 您也可以实际上下载我的代码 您也可以直接跑 对吧 不光是学习 而且还可以给您增加一些实用程序 我成绩怎么用 大家请看 就这个用法 Py Python 空格 敲上咱们的Python的原代码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URL 这个URL 就是您要下载的这个网址的URL 比如说这个位置 一会儿我给您敲一个 咱们先建上一个文件 叫man 然后大家请看 下面是我的代码区 一会儿我会给您一个一个讲到 我先把它拷贝过来 代码行我肯定会给您讲 但是咱们先拷贝过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程序 咱们得爬虫实际运行的效果 好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使用方式 Python 程序名 然后跟上一个URL 对吧 比如说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想下载我小码视频 coma video.coma里面 所有的图片该怎么做 咱们先看一下 我的官网的话 所有的图片 大家请看 就这个URL 大家请看 这些都是图片 对吧 我想一行命令 把它们都下载下来的话 该怎么做 包括这个JTA5 怎么做 好咱们试试 用这行命令 Python 加上咱们的程序名 再加上URL 我把它拷贝到咱们的控制台当中 注意看 一回车 注意看 go 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 对吧 OK 那咱们看看 咱们下载了些什么东西 在本地生成了一个奥特文件夹 打开之后 大家请看 这些就是刚刚咱们下载的图片 咱们看一下 这还能是鼠标点 没问题吧 咱们通通把它下载下来 非常的方便 对吧 OK 现在把它删掉 OK 再比如说 咱们去下载点别的程序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下载一个 kakako.com 这么一个游戏列表 咱们再试一试 都能做 这个程序 我测试一下 几乎网站的图片 都能够下载到 哇 这个列表还比较多 这个是日本比较著名的一个价格比较网站 它里面呢 我这个URL是所有的游戏的图片 咱们看一下 都是游戏图片对吧 咱们通通把它下载下来 没有问题啊 是这个URL里面所带有的所有的图片信息 通通的下载到 没有问题啊 OK 再把它删掉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 同时咱们比如说咱们下载国内网站 国内网站 我从我这边访问比较慢啊 比如这个看中国 比如说这个美国网站 TagClutch也没有问题 咱们再试这个美国 这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技术网站 咱们再试一下 也是可以 把它整个网页的图片解析一下 然后呢 下载到咱们的本地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 使用程序 大家请看 非常不错 大家正在玩游戏啊 OK 没问题 都下载到啊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 这程序是怎么做的 好 咱们看看啊 程序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 这前面包括一些个 咱们需要的库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要声称一个 咱们是这样 咱们下载的话 或者说是咱们解析网页的话 需要有一个这个浏览器的模拟嘛 对吧 这个地方是浏览器的代理 我后面呢 给了一个比较普通浏览器的 头的信息 然后大家请看 一上来这有个函数 这函数就是具体的下载逻辑 我这传一个图片的URL 传一个本地所存的路径 然后呢 进行下载保存 好吧 这是这个函数的意义啊 接下来这地方 这地方是这样啊 咱们在这个命令行方式 我不要敲 我先清空一下啊 我不要敲 python 然后是man.py 然后是再敲上这个URL嘛 这个就是来判断 我这个命令行的参数 都敲些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不敲URL 回车的话 他要去判断 告诉你 你得敲这个格式 对吧 这个处理 就是这个逻辑处理的 我判断一下 这个命令行的参数的个数 如果小于2的话 我就会报这行信息 对吧 大家看到效果啊 就是这个效果 OK 然后这个是取得命令行的参数 就是咱的URL 然后这两行呢 是去解析这个URL里面 所有的内容 生成HTML对象 然后这个是用到 刚刚咱们的SOAP工具 就是网页解析的那个酷 他呢 会按照HTML.passer的这个格式 去给咱们解析 刚刚咱们获得到的网页 这两行是可以打出 咱们获得网页的内容 一个是HTML格式 一个是文本格式 有信息朋友 可以把这个 我的背注打开去试一下 好 然后这行命令非常重要 这是干什么的 这行命令是取出 所有的图片标记的对象 然后形成一个数组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有了 所有的image标记数组 然后咱们要去 对它进行一些个整理 对吧 把它整理成 咱们可以下载的 全URL的格式 那我这段代码 就是整理这些个图片的URL 形成一个可下载的格式 然后最后生成这么一个URL可下载列表 好 接下来 整理完之后 咱们在本地当前文件夹下判断一下 有没有这个out文件夹 如果没有的话 就建立它 这是这三行代码的意义 然后咱们进行下载处理 怎么处理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处理 就是说 是这样 咱们一般拿到的图片 可能每个网站的图片的命名 都是不规范的 对吧 那么我把这地方变成了01开始 一些个顺序的显示 比如说 比如说 咱们原网站的图片 可能是AAA.GPG 我把它变成01.GPG 为了便于咱们好管理 好观看 好吧 也为了文件存储 不会抛例外 因为它有的网站 是问号开头的文件名 或者说文件名当中有问号 这样的话 咱们保存到本地化会有问题 那么我在这地方 做了一些简单的整理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 网页爬虫的一些 非常简单的处理的内容 是这样 我大概试了一些网站 好像还都可以跑通 如果说 有朋友下载我的代码 然后发现 我的代码在某些网站跑不通的话 您给我留言 咱们 我在改善我的程序 争取咱们这个程序 能够跑通 所有的网站 好吧 OK 以上就今天给您分享的 美女爬虫的程序 您下载我的代码 您去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下载到 您想要的那些个程序 好吧 OK 最后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日本的 怎么说 这个是演员 Talent一些的图片 咱们最后 咱们下载一下 看看 看看日本演员 都是长什么样 好 试试 咱们今天就以这个程序 作为结束 Go OK 正在下载 大家请看 下载的 这是下载的 网站的文件名 我把它整理成 按照这个序号排序 加1的文件名 这个网站的 图片还是比较多 OK 咱们简单看看 下载的什么东西 试一试 也不能算美女 这也不能算 这都不能算 这还算凑合 这个是非常有名 这叫刚力采芽 这还算挺不错的 好像结婚了 嫁给一个IT公司的CEO 好吧 这就是今天给您 非常多的程序了 我的代码会发动 开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 YouTube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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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